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代仪分析师 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是怎么做官场 我们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明了各位 这个讲解大盘之前 大家在讨论 明天就是机器人自动化展 对不对 那黄仁勋 老黄 那个男人 仁来风会不会再出现 各位那今天晚上不就知道了吗 各位晚上怎么知道 堵在台北市各大夜市的入口 不就知道了吗 各位你以为他是真的明天要去讲话的 没有啦 我相信他如果会来 也是因为今天晚上要吃蚵仔煎 或者是刹兵 各位对不对 所以要来当然就是堵在夜市 就知道他明天会不会出场 那当然台湾股市 台湾股市今天又攻击了一个季线 那也创了一个晋级新高之后 也是煞雨而归 那原因不外其他 就是主轴 未明确 主轴未明确 你去拉其他一些 二三 不要说二三流 就是二三线的这一些 所谓的一个项目 或者是一些小标股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大盘季线是站不上 当然这样也很好 这样提供那一些 一直死凹空的空头 一直讲说你看台湾股市纪线 又是起不起来 各位累累 所以他们每天都放弃 赚大钱的行情 就为了跟你赌说 台湾股市这边要下杀 我讲了没有道理 你看空了 你不可能去买股票 所以得出结论 有的人每天都做有意义的事情 有的人就像技术派一派 每天都在 讲一些空谈 各位你要的就是 两千档里面找出一百档 好的一个营收产业 好的一个愿景 好的一个EPS 你去赚钱就好 你如果真的烦恼说 这个盘市有疑虑的话 各位八月五号 你应该已经烦恼过了 因为那一天跌了一千八百点 各位所以我跟各位讲 那一天是恐惧的总和 未来不会那么的恐慌了 知道 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 放在你心里 因为再过一个月就中秋节了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一个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昨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最高涨一三六 那尾盘小涨六十点 那也没有用 季线冲上去之后杀下来 各位类类 季线昨天是22435 昨天一度攻到22485 因为这种二三线主轴没有意义 但是昨天 新台币大升值了2.5角 各位对不对 是 结果昨天外资卖32亿 非常显而易见的 这一波不是新台币升值 外资就要买单的 各位是不是 那当然很多的个股上下起手的一个什么 大胆用融资的很多 这些都是业内都是大户 不是散户了 上市有20亿 昨天增加上柜有7亿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股市原则上也是一片龙井 都算是涨的 日经指数一早也涨了一个快800点 那我们的台币呢 台币今天一早也升值 很少看到这个连续两天升值块 四角的 就昨天跟今天这两天出现 但是没有吸引外资买盘进来 买全职股那也没有意义 是不是 反而会影响到电子股第三季的季报会损 新台币升值 这是对电子股不好 所以好好把握 不晓得是不是10月中旬 这边会有一些电子股不支倒地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最低的时候一度翻黑 那尾盘涨19点 但是它是从早上136点这边下沙 而且今天又带量 今天3500亿 昨天是不到3200 所以原则上这当然不好 各位是不是 今天高点22545 那你说季线是22449 所以今天又跌破季线 所以要加油 好不好 但是各位 你不用说老师这个时候要不要恐慌 恐慌的时间过了 V型反转后面会怎么样走 当然你要配合所有全球的一个什么 一个经济情况 但是目前看起来大概我们已经有80分 是大赢特赢了 各位这个盘是大赢特赢了 不要再去理会那些空头 那些空头没有意义 各位找好股票有那么难吗 一天到晚再吓你 我是不是跟你讲看蔡老师的节目 一言新帮就等于是见证历史 因为只有蔡老师每天一点半 现阶段提前一点二十分就带领你 去迎战收盘 然后赶快跟你做live的一个即时解盘 全市场只有我做得到 你看8月5号当时大跌1807点 我跟你讲这边是最低点 证据都在这里 V型反转的条件跟机会 原因在于什么 股市什么时候是低点 台积电跌停 很另类但是请你接受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台积电跌停那是11年前的事情了 11年后你又看到台积电跌停 非常好 所以这一波就是急跌 并不是缓跌 也不是不跌 各位礼拜二8月6号涨670点 反弹能不能够成立 也只有我跟你讲成立 为什么 因为收盘价在20501 然后前一天 多空拉扯点的一个什么 站立线在20406 那20501有没有大过20406 有 所以这个叫有效的反转 从8月5号 8月6号 一直到今天8月20号 你都历历在目 那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我们全世界三大村长 全部都发出正义的怒吼 各位 8月5号台股大跌1800多点 8月5号的美国股市挥达 开低走高 虽然还是跌了6% 但是它的K线是收缴 收红K 对不对 一直到今天 各位 也就是早上面对的8月19号挥达 再涨4.34 各位涨了都超过三成以上 它的历史高点140 因为它有分割 1分10 所以它130来到140很快 再拉上去的话就创历史新高 当初跌下来的时候 你看 那么多看好挥达的人 突然间都反叛挥达 说什么挥达诈骗 说什么黄仁勋 为什么高档卖股 人家高档不可以卖股 那你高档要不要卖股 有谁做股票一天到晚 都要讨论传子传孙的 我告诉你什么是要传子传孙 那就是买股票买基地 传子传孙 你每天在看股票 你股票一百块去 百二块你敢会买 传子传孙 各位不要去理会那种天方夜谭 还传子传孙 你买一张台积任所在保险柜 那就传子传孙永远不要卖 不然的话你每天看涨跌 你早就卖掉了 各位知道吗 欧洲村的村长是不是爱斯摩尔 有没有 也是一样八月五号 第一只脚出现 八月五号 一直涨到今天早上八月十九 也是近期新高 我们台湾的一个护国神山 台积电 也是八月五号出现 从跌了快九%变成跌一% 红K 对不对 承接盘 是不是 然后开始涨到今天早上 175.45 其实我之前有跟各位分析过 台积电的ADR大概要185.77 没错 185.47 那时候台积电应该就会供一千块了 那不管如何 反正外资看台积电 就是台股全村的希望 所以台股的村长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是吧 所以你来看看台积电 8月5号813块 各位今天尾盘也拉台积电 不然尾盘拉什么 是不是 跌停板 就是最低点 跌停板的台积电收盘813 跌停板 收盘815 蔡老师跟你讲说 这边盖架点 你会相信吗 一般人不相信 因为杀到跌停 就像这样 各位 我说这里盖架点 从中午到晚上 午期报新闻 我受邀去解盘 我说这边最低点 你相信吗 8月5号 我们来见证历史 你会不会相信 然后我告诉你台积电 合理价格是920到1000块 40块的什么 EPS今年 本益比23倍到25倍 920到1000 我马上在节目上解出来 虽然数字潦草了一点 但是我全部都跟你讲 都上传网路了 你自己去看 8月5号跟8月6号 蔡老师所有的精彩解盘 那8月6号我又跟你讲说 你搞错了 今天外资优先买进的标的 竟然是台积电 你当人觉得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读的是 美国的一个新闻 我们都很快 都前一天晚上就知道 所以有时候你们不清楚 隔天才会反应 那真的隔天反应 隔天报纸写出来 8月7号台积电坐勇双利多 原来他要涨价 他的资本支出要续增 而且是美系外资大模 优先讲说什么 首选第一要唱的歌词 就是台积电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在8月5号 8月6号 8月7号 这三天你一定神经错乱 因为8月5号台积电打到跌停 大家都买买4万4千几张 怎么有可能隔天会翻多 而且大家在那卖的时候 跌停版 蔡老师跟你讲 那就是该基点 813块 然后再慢慢的带领你到8月9号礼拜五台积电公布营收 7月份营收2569亿 创历史新高 升不升啊 各位这个局升不升啊 你说你纵使你对台积电很有什么信任感 你看台积电被外资杀成这样我不相信你不会昏倒 但是只有蔡老师跟你讲我讲的话为什么叫专业为什么叫权威 你这一次不是都验证了吗 其实你已经验证了20年了 各位 然后呢 兆元扩产 上一次的法说会为什么盖住这一点 反弹上来就跟你讲确定 推升到370亿美元 是不是一个局 今天呢 非常啊 大家非常骄傲 台积电 欧洲厂在德国的厂 要动土了 这当然是全台湾最好的一个什么 喜庆的日子 而且听说下个月两艘德国军舰要越过台湾海峡 各位是不是护国神山 不管是不是保护费嘛 反正我们听起来我们也觉得骄傲跟安心嘛 各位对不对 多好啊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台积电今天最高977 最低969尾盘拉4块拉到973 导播辛苦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名蔡老师没有在胡说八道 有没有拉上去 是不是拉台积电 是不是 所以台积电啊 全台湾赚最多的 每天赚26亿 击杀就是好买点 蔡老师一路以来坚守 我就是最懂台积电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 台积电就是龙台头 你再来看看8月5号股災那一天 我跟你讲传长股讲义丰 8月5号 义丰窗联 累累 是不是 全面无拉绳了 那一天是373.5 跌20块 义丰窗联 后面第二季公布季报 营收登顶 历史新高 今天8月20 义丰窗联拉到488.5 来看这个K线 8月20 波段新高 我刚刚跟你讲的是多少钱啊各位 股災那一天跟你讲义丰窗联多少钱 300多少 373.5 对不对 今天呢 488.5 快120块了 今天的利多 外资按赞 股災为什么不按赞 只有蔡老师按赞 你要不要听蔡老师的话 半导体的个股 上礼拜三跟你讲 这个信红科 188.5 水资源的 这也算是台积电供应链的 今天8月20号拉到207.5 是近期新高 信红科 上礼拜四跟你讲滑井电 是不是 半导体设备 235 今天的滑井电275.5 波段新高 昨天晚上 8月19 跟你讲群光 群光159 电源供应器的 跌2块159 今天的群光 来各位 2385 164 近期新高 我还需要证明什么吗 所以各位 产业选股 才是股市中的硬道理 不要再去学一大堆 没有意义 没有用的技术面 99%的人 通通混在技术面 包括所有节目的解盘 通通在浪费 生命跟时间 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行为 各位 你知不知道 所以各位 蔡老师的节目 持续坚守岗位 我就是要跟你证明 一言足以心帮 我就是能帮得到你 所以还没加入 赖生活圈的 赶快加入 品封大中华 有问题都可以问 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做对的事情 永远随时随地 都是好时机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明乐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还具有请蔡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 一言心帮 再把时间 赖以蔡老师 好了 感谢明乐 来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 这个都是秋季 当红的一个水果 柿子 刚刚是文蛋 我说过 台股多控 无偿事 唯有产业选股 才可以带领你 见真章 各位是不是 这是在8月6号 蔡老师一样上五七报新闻 当时跟你讲的 注意哦 电金船 金三角 要稳住市场信心 电 给你挑的就是2330台积电 金 2881富邦 那时候77块 台积电813 长龙海运2603 就是船产的龙头 165.5 电金船 你一直到今天 你看到什么样的讯息 来2603的一个长龙 8月12 181 今天8月20 192 近期新高 是不是 CPO 那么多个股在涨 各位 我还是中爱6442光盛 今天又拉涨停 445.5 我不是叫你去追 不是叫你去买 因为为什么会拉得这么容易 这些都是在特定人筹码 已经充分掌握的情况之下 显而易见的 就直接拉上去 蔡老师当初跟你讲70块9 那才是适合你来做一个买进的 你现阶段涨了一个五倍多 各位看戏就好了 下一档光盛 或者光盛第三光盛第四 你只要在蔡老师旁边 我都会告诉你 做股票没人去追高 各位懂了吗 红康3587 红康今天创新高了 293 来 这上礼拜的事 上礼拜二 红康涨一块279.5 今天293 这15块啊 你看 8月13号 今天拜日嘛 定位拜日 每天都有机会 贪这种钱 你怎么不需要巴押呢 而且你都真正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不是在跟你讲瞎话 因为全部的内容你都看得到 周一周四 晚上都花三分钟的时间 给你在吃晚餐的时候 带领你一起成长 所以我跟你讲 哪有什么成功啊 只有不停的成长 好不好 我们共勉之 2360的一个自贸 今天329.5 近期新高 当初跟你讲280 你就要好好把握了嘛 各位 加登 3680的一个加登 今天554 创历史新高 6月6号 66大顺 加登涨1块5 420 今天多少 554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来来 各位 你看到什么 我不是变戏法 我讲的这些东西 我相信才能说服你 不是那些9成9的一个节目 每天都在跟你讲 买在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那是在糊弄你 各位懂了没 申达科 今天创历史新高 344 蔡老师讲的时候 167.5 都很近的时间 近期 4月11号 今年 那都起了 150% 还跌 还平盘 167.5 申达科 各位是不是 怕崩盘吗 你布局未来 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 不就好了 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问吗 赶快加入赖生活圈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蔡老师在这里 等着随时支援你 做的好的祝福你 做不好的你也别放弃 蔡老师推你一把就 来就补了 知道吗 产业选股 题材为辅 我们来低买高卖 这是你要的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招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牢牢的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一定要记住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 期待 尽快的给你提供帮助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乐 感谢分析 也提醒国人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介分析之 隔壁有价签券 无当制裁物理关系 本公司要进行参考 由最要独立判断 省限评估 支付投资风险 就能召售顺利 我们明天投一圈再会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请散请